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各位早晨 今天是10月27号星期四 我是容正宜 我是蔣明仪 苹果公司推迟无线耳机的出货时间 苹果新款智能手机iPhone7 取消传统耳机插位 推出无线蓝牙耳机AirPods 原定在今个月下旬出货 售价159美元 苹果公司发言人说 AirPods需要多一点时间 才能够出货给顾客 不希望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出货 但就未有就推出出货时间 提供任何的技术性原因 以及新的出货时间 另外日本经济新闻引述消息人士说 苹果定在明年发布的iPhone8 三款机型将会配备玻璃机身 由中国的白银光学 和蓝丝科技供应玻璃面板 苹果公司推迟无线耳机的出货时间 苹果新款智能手机iPhone7 取消传统耳机插位 推出无线蓝牙耳机AirPods 原定在今个月下旬出货 售价159美元 苹果公司发言人说 AirPods需要多一点时间 才能够出货给顾客 不希望在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出货 但就未有就推迟出货时间 提供任何技术性原因 以及新的出货时间 另外日本经济新闻引述消息人士说 苹果定在明年发布的iPhone8 三款机型已经准备配备玻璃机身 由中国的白银光学和蓝丝科技 供应玻璃面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